这个档案我们要证明一般指数的微分公式 a的x次方微分就是a的x次方 乘上naturologa 那我们把它证明一下 首先呢我们就是令这个y 让它等于a的x次方 那如果y是a的x次方的话呢 我们等号两边呢同时取对数 所以等号左边变naturology 等号右边呢变成naturologa的x次方 那这个对数里面的这个帧数如果有次方呢 我们可以把次方调到对数的前面去 所以naturologa的x次方可以把它写成x 乘上naturologa 把x调到ln的前面去 然后呢我们就等号左右两边呢 同时下去做微分 等号左边呢 naturology微分 然后等号右边呢 把这个x乘上naturologa呢 也把它微分 那naturology naturologu微分以后呢变成u分之一du u分之一du 那么等号右边呢 这个x呢微分以后剩下1 那这个系数呢 naturologa不影响微分直接超下来 好把x微分变1 那因此呢我们再透过移向 这个底y呢 把这个y移过去 好它就变成y乘上naturologa 那最后一个步骤 那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再把y换回来 好 y就是当初为了证明方便 y就是a的x次方 所以我们把y再换回来 变a的x次方 乘上naturologa 那这个就是 啊 a的x次方 微分以后就是a的x次方 再乘上naturologa 好这证明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推论 就是 万一呢 我们这个 次方那边 是一个 x的可微分函数 那么a的u次方呢 根据 微分链所率 我们微分之后呢 仍然得到a的u次方 再乘上naturologa 但是呢 后面还要再乘上u的微分 还要再乘上u的微分 那这个 是 一般指数函数的微分公式